大家好,欢迎来到刘姐厨房 我是刘姐 辣椒炒肉是先炒辣椒还是先炒肉呢 今天详细告诉大家做法 炒出了辣椒炒肉,香辣过瘾,开胃下饭 一起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 首先准备一块五花肉,先切成小块 然后再改刀切成薄片 切肉的时候感觉不好切的话 可以提前放到冰箱里 冷冻一个小时,那切就比较好切了 切成这样的肉片 这个猪比较大,飙厚 这样的猪肉比较香 切好后放入大碗中 加入一勺盐增加底味 然后再加入胡椒粉去腥 再加入少许生抽上色 然后再打入半个鸡蛋清 加入鸡蛋清可以使肉片更腻辣滑嫩 然后抓拌均匀 并着一个方向抓拌 像这个样子 抓拌这有点粘稠 像这个样的时候 再加入少许淀粉 然后再装拌均匀 装匀后再加入少许的食用油 刷拌均匀 刷匀后放在一旁腌十分钟 让它更加的入味 青椒炒肉要香好吃 全用的青椒也是非常的重要 一定要选这种薄皮青椒 这样炒出的青椒才会清脆爽口 特别的好吃 先把洗净的青椒去定 然后再切成滚刀块 切好后送入盘中 再准备一把大蒜 拍碎 然后再给它剁几刀 剁成蒜末 剁好后送入盘中备用 再准备一颗葱 切葱花 切好后送入盘中备用 洗锅不用放油 锅上放入辣椒 翻炒一下 大火炒出辣椒里的灶气 炒两分钟左右 炒好后盛出备用 锅中加入一勺食用油 倒入腌好的五花肉 小火把五花肉的油脂炒出来 炒至微黄 再倒入蒜末 葱花 豆豉 翻炒均匀 炒出香味 炒香后再调下味 加入少许的老抽上色 生抽 蚝油 胡椒粉 少许的白糖提鲜 再倒入炒好的青椒 开大火 快速的翻炒均匀 化开调料 炒三十秒左右 收火 出锅 这样一倒好吃又下饭的青椒炒肉就做好了 辣椒鲜香 肉片滑嫩 开胃又简馋 如果你喜欢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 关注 转发 点我头像可以看到更多美食视频 我每天都会发布不一样的视频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